Rika 師兄 遲這份EV 星期二晚 直播時間8點 Hopo Song 好 來到Hopo Song的節目時間 3月的第一集 3月7日 明天是婦女三伯的節日 但沒有人逛街 這樣就想了 康芳呈現 應超角球射著HRES 射著HRES 24周 大部份人都是 輸了在哪裏 就輸了在利物庫的場面 是非常多的 但也有大部份得益者 得益於曼城的Ebelline波膽 還有我們師兄 對於車路士的信念 這次終於成功了 要說回來 因為曼城那場是遲了賣的 本來我們是想買曼城那場 不過原來已經開了球 正所謂找到贏了 買不到 本來已經想不買 車路士沒有理由買車路士 也不是 也要參與一下買車路士 現在對自己的隊伍有信心 就是這樣 7分追上來 有信念 我也有信念 有信念 這些是看賠率的 其他朋友都是命中不到球膽 就慢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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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積分榜 基本上是第一週 總積分榜方面 CLE 1分領先中 CSSL 大家繼續努力 CRISY BABY 74分 也要努力 其他後面也要加油 大約兩個月左右 大家都要努力 也是那句說話 大家都知道 我們今個禮拜是講哪兩場 主力 但我們也要顧一下 這個禮拜有歐聯賽事 也要理一下歐聯 首先講一下今晚 今晚是4點的場次 車路士多蒙特 和賓菲加對布魯日 賓菲加上一個回合就贏了 兩球 繼正回去主場對布魯日 應該沒什麼問題 說真的 上一個回合賓菲加 因為坦白說沒有望 這場波就沒有望 但應該回到主場 拿著兩球優勢 都沒得談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奔菲加在 冬季轉回槍之後 就走了 那些主力 安蘇 走了 對球的影響是有的 對 還有一些奧大文迪 基馬道還在 還有馬里奧 那些 但真的少了安蘇 在中場是差一點的 老實說 但對手也弱 對手就 已經入到16強 都已經是 是 沒得談 大家留意 祖格娜的表現 也是那句 另外一場 就是車仔 多蒙特 上一場 第一回合 我自己有看 其實車路士我都說了 其實打得不錯 說真的 幾乎按著來抽 但多蒙特 因為這陣子真的打得不錯 多蒙特 是 我看了剛剛之前 多蒙特那場對萊比錫 其實真的 對比萊比錫 多蒙特真的打得好些 他們的防守 用球上 是比萊比錫好些 都是兩球 在臨尾 才對萊比錫 追上一球 但是雙兵 都多 雙兵主要就是 莫高高 和艾迪耶美 莫高高之前都沒什麼 出的 所以都不用理會 消化了 但是最重要 就是沒有了 艾迪耶美 上一場 第一回合的入球 功臣 都還有兩個 高浦和馬倫 都是 高寶 之前那場 對萊比錫 都不是正選 都是用了 美亞打龍門 美亞 當然跟高寶 比就沒得比 高寶就很多 但是美亞 這幾輪打都可以 所以都消化了 車仔 就 曼智 停賽 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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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場 一個角球 4th runner 4th runner 4th runner 打得挺好的 那場球 頭鎚等等 都可以的 那場球 又轉了一陣 打了三中堅 打了三四三 效果都可以的 但是對手 都是查衛加沙 帶領的烈斯聯 所以 都不能作準 繼續的問題 都是前場 依然都是啞火 正前方夏佛斯 依然都是武方 這個就很糟了 信心都沒有 其他的 斯特領 菲利斯 在後面 一般 都是那句說話 有高華錫 在中場 扔著球 後面 安素 這個中場組合 是不錯的 但是高華錫 接下來有機會 是曼智 因為高迪奧古蘭 都扔你 扔你 當然扔你 車仔要革命 將舊部全部送走 高華錫 其中一個 當然要送走 車仔的革命 不止男子隊 是啊 老闆連女子隊都看了 當然 高華錫 整個女子隊 是啊 但是高華錫 很厲害 好用的 革命的東西 我們不曉得 我一向都不曉得 你不曉得革命 我又不曉得革命 保利才曉得革命 所以 大大都曉得 大大 大大 是嗎? 誰大大? 誰大大?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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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車路士這場 這個主場 對多蒙特 輸著1比0 但有機 不是沒得踢的 絕對不是沒得踢 但是後防 我看到這場 中堅位用了茶路巴 就有點危險 因為上一場 中堅組 因為巴迪亞斯利 沒有註冊 沒有註冊 所以 就要用茶路巴 就有點危險 茶路巴 怕古利巴尼 不是 三個中堅 科芬蘭 古利巴尼 是鬥後一點 零零射射鬥後一點 茶路巴 應該偏右 對 這個科芬蘭就偏左 逆位就是捷衛爾 可能是詹斯 或者是上一場 幫助用羅夫斯捷克 古古利亞 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大後備 沒有 你懂得比 這些東西懂得比 有比較 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有比較也有傷害 OK 捷衛爾很明顯 無論任何一方面 都好過古古利亞 是嗎 不是嗎 不知道 我想問 怎麼會不是 我想問 真的 所以沒得談 一定是捷衛爾 有一陣子 我有一陣子沒有看車仔 哦 這陣子可以看看 前面也有一句 夏佛斯真是啞火 這個真的 挺大問題 都很惡搞 這個就糟糕了 快轉回 對啊 不知道 不要再賴車仔 不要再啄陀歲月 是啊 看看是怎樣 所以這場球 個人覺得 反正多夢特 其實總體來說是好的 平均 又有活力 那一場對 萊比錫 比林涵 比一兩個漂亮的球 都OK 4-1 4-1 前面 賀拿也打得不錯 很明顯比莫迪斯 提好 很明顯 白蘭特 那一場球 其實是有個炸烏 大多球球 那球很漂亮 是啊 那球空遠 一按下去 就入網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 總體來說 後來萊斯入球 這個多夢特 總體來說 多夢特的後方 不是很實淨嗎 舒洛達碧克 蘇里這些都很實淨 多夢特先領先兩球 下半場中段才 只是被萊比錫追回 但是萊比錫 就頗為一般 是 普遍一般 都是很普通 是安金谷 安金谷 就是出來 就叫做 有少少量點 但是其他來說 就很一般 還有後防 之華迪奧 都是他們頂著的 之華迪奧 聽說車路士 又來了 看看暑假如何 因為現在車路士 除了想找之華迪奧之外 連蘇寶時萊都想找 這隊車路士 特別對兩隊波的人 有興趣 一個叫做白禮頓 一個叫做萊比錫 因為現在技術總監 以前都是白禮頓 或者是萊比錫的人 那叫天武雲拿回去就可以了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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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不會 天武雲拿也不會去 說真的 你會不會覺得是一個成功的基石 你習慣用熟 利物浦當年是修咸頓的轉折站 對 看看會不會知道 迪奧加蘇寶時萊 看看是怎樣 但是蘇寶時萊 過隊有沒有能夠踢 這些你不用力 和他擔心 現在三十幾個 不夠 多十個 就四十幾個 這些你不用和他擔心 革命的東西 你懂得踢嗎 心靈能示範給你看 對 這些不重要 這些 老闆 搞好棒球 那些 Squad要很大的 OK 要起碼 一軍二軍 所以 你不用擔心老闆 我們要放長雙眼看 都說一句 要放長雙眼看 不要因為一時的 戰績比較差 而對老闆 失去信心 就是不應該的 你不用擔心車路士的發展 因為車路士 之前有多厲害的傳聞 是阿寶利打算去買 斯特拉斯寶 去買多一對球 買多一兩對球 即是紅牛的玩法 財力是沒有問題的 證明財力是不用擔心的 所以車路士買了一大堆之後 那些不適合那些 就借過 早手加後手 他就沒事了 那些什麼馬道基 那些億多買的 那些梅特曆 不適合就扔過斯特拉斯寶 然後那邊 可能斯特拉斯寶 變了法家級強隊 可以這樣玩 所以 不用擔心 大家 這場球 車路士是有機會的 但多蒙特最近狀態 必須來講 後防是OK的 舒羅達碧克 越打越豪華 所以這場球應該是好看的 應該是 經過剛剛那星期 我對自己也不敢這麼有信心 你對自己什麼沒有信心 自己的看法 那你自己什麼看法才可以的 萬聯 不是 我講這場 其實你不能輸 不是 我講這場 這場 多蒙特是看好一點點的 OK 但你很難低估才有事 從來不會低估的 我們只要放長雙眼看 就是一時三刻 就是剛剛才贏了 有十幾場沒有贏過 都是放長雙眼看 放遠一點 我們看遠一點 不要這麼短視 還有第一回合 車路士的表現 真的不頑皮 不頑皮 真的不頑皮 大家真的鬥把力 那你剛巧一個突擊 迪爺尾速度快 安數又不肯 真的不是不肯的 因為last man 就不肯 不肯下腳 因為下個回合 停賽不是不肯 這個也是另一個考慮 好 這場就講過 今晚的賽事 明晚 明晚也是4點 深夜4點 拜仁莫尼克對PSG 上一回合 拜仁拿著1比0 也是那句說話 上次都略略提過 那場球 加迪亞 這個PSG領隊 就擺了一個相當保守的踢法 保守 即8個鬥著後面 剩下兩個 美斯和尼瑪 就自己踢自己 所以就這樣了 作客都拜仁 就贏了一球 這場就沒有尼瑪 因為尼瑪就受傷 就收禮了 收禮了 收禮了 因為要做手術 所以就收禮了 尼瑪 前面是麥巴比 拍美斯 沒得清 當然 如果你說單打獨鬥 美斯拍麥巴比 會更加好 豆腐的就是 夏基美 梅基阿里 還有連牙杜山齊士 夏基美是因為傷 還是因為果泰 不是傷的 是傷的 金拍巴 夏基美連牙杜山齊士 應該出不了 拜仁那邊不出得的 紐亞雙左肢 香吟迪斯 帕華特停賽 馬蘇奧爾 馬蘇奧爾 心臟有些事 豆腐 又心臟有些事 官網寫 Heart OK 可能他的意思是 他的感情等等 就有些問題 Heart 是很難說的 這些大家不要想當年 都照舊龍門肯定就是殷蘇馬的 烏帕美肯路 迪列治 簡歇路 和戴維斯 戴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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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金美自拍 戈利斯卡 文尼出發 文尼梅斯 阿拉高雯 前面梅拿 4231 走回主場 巴黎那邊 三個後房 拉莫斯 馬坤勞斯 丹尼路皮尼拉 中場是華拉迪 法比安 雷斯 維天拿 左邊是文迪斯 右邊是梅基亞里 前面是馬尼 美斯 麥巴比 加迪 上次被人都說完 以及已經落後一球 應該都要攻 無論如何都要搏 無論如何都要搏 物種又有起事 破了自己在聖日耳門的入球記錄 哦 這些是遲早的 麥巴比這些 而且麥巴比最近都有些善心的動作 做了些善心 也不及自尊 自尊一部飛機 是 這個就是這樣 麥巴比尋著這個方向 是好事來的 深圳的東西就要慢慢來 我們要鼓勵 我們要鼓勵 不是因為他做得多與少 他肯做 至少肯做 個人會有些轉變 我們也要鼓勵 但是麥種始終也是麥種 依然霸氣也是充 他下來打 你看上一場 後來下半人下來 的確是很有威脅的 這個聖日耳門 所以這場球 大人雖然握回主場 但是 都未必說 巴黎聖日耳門沒有機會 依然很近一球 而且不繼續下落 一球 現在一球上落 分分鐘可能要加時 包含定球 車制的場合 都分分鐘到這個會合 要加時 這個會合的要加時 是不出奇的 一球半球 這兩隊球有什麼期 你知道美斯這些 始終都是美斯 始終都是很厲害的 麥巴比不用說 這個麥種這麼厲害 兩個把力這麼好的人 你真的走掉 你隨便一個走掉一次 你都打算 世界本決賽 你就沒有看過 你真的走掉你又有 走掉你又有 所以你後防也不是很厲害 拜仁烏帕未肯勞迪烈志 烏帕未肯勞 都未好過 迪烈志學壞師這麼多年 所以拜仁追側 握回主場 但是 依然都是依然的 你少了來 隨便隨便 可能是好事 可能是簡單一點 但是 差在後面 中場的質素 就有少少疑問 那些梅基亞利 那些 我覺得很一般 真的不是姓日 因為跟下基美 那些來比 真的沒得比 真的沒得比 下基美沒辦法 你傷也踢不到 這個是有影響的 所以這場是必須掩蓋的 這場是必須掩蓋的 好 可人說 發格中游哪有財力 那是老闆有的 老闆有的 老闆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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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挑戰勝日以門 所以要放場雙眼 好 另一場 這場應該有少少熱刺 熱刺對AC米蘭 上一場 米蘭贏了 又是一球 一球而已 都是一球 那場 AC米蘭打得很好 基本上都按著熱刺來打 主場 而且入球入得早 巴欽達斯入得早 熱刺最近的方法都被拒絕了 拒絕給狼隊 拒絕給狼隊 連助教也搞不定 還有叫射門 叫阿文達查奧爾 是啊 也不是的 不可以這麼說 真的不是遮 也不知道幾久沒有進球 現在就進球給你看 所以熱刺最近 第一就是龍門依然要打 用複選 用複選 所以都是慢一點 後方有些騰騰陣 後方就是羅美路 南格列治 Ben Davies 都知道大鑊 中場用史基比 朴露 佩尼石 武泰的孫興文 古路薩夫斯基 簡尼那些 似乎 就是 你說對AC米蘭 去主場有沒有機會反級呢 是有的 但是AC米蘭最近的形狀 都好一點 最近好一點 用泰奧 這個年輕人的中堅 加上打個三後防 這幾場球就好一點 對廢倫也輸了 對啊 對廢倫也輸了 但是應該比前一陣子好 所以這場球 也是坦白說的 二次拿著主場 但是 近來的形狀 是弱了很多 是弱了很多 但是 兩隊都是有些 有些狀態不好 嗯 所以 很大機會加試 是啊 有加試 這場很大機會加試 二次 你才問 但是 磨到最尾誰出線 我真的回答不到 嗯 我都很難猜 這兩隊 都是有些浮浮沉沉 是啊 所以這三場球都很近的 反而奔菲加那場 我們就應該 奔菲加都出線機會很大 很大 很大的 其他那些 要是大家一起沒有太 嗯 或者大家的狀態差不多 簡單來說大家都很近 這些實力很近 OK 好 那歐聯 今個星期就講過這四隊 這八隊 不好意思 八隊這四場的 第二回合的賽事 歐霸就都第一回合回來 歐霸就去到 真是十六強的第一回合 那柏林聯 就對 這個 Sorry 這隊是 聖基羅斯 我都不認識 這隊 我都不認識 聖基羅斯 還是不知什麼 要看馬會 不好意思 這隊我都不認識 好 好 接著利華古信 對這個 廢林華路斯 這個匈牙利 這個 士博挺對阿仙奴 這個 這條籤 就說實際 抽得 一般 真是一般 士博挺對阿仙奴 士博挺 其實今年在蒲超 就 比我們預期中一般的 沒有奔菲加波圖 打得這麼好的 說實際 但實力依然是在 斬著右閘位 可以 右閘位 因為叫Bairine 不是 未必出他 未必出 但阿仙奴也有他的問題 因為前面托沙 相賣 所以基本上 現在沒有正中鋒 連ATA都相賣 好 好 補充少少少的 柏林聯的對手 這個 衛澤社群的組織 也叫做 聖基萊斯聯 OK 是哪個國家 知道嗎 按一下 OK 好 事博挺對阿仙奴 前鋒也是一個選擇 現在這個 馬仙奴要打前 因為Nelson上一場打得好 所以這場Nelson有機會正選打左邊 右邊有七仔 中間應該是Paddy 扔了34 後面有機會動 因為提亞利要上就時間 所以有機會不用線增高 甚至有提亞利會賣 傳聞說柳家索 不過這些是後話 加比爾也有機會休息 這場可能會出機為傲 怎樣都會扔著沙烈巴 右邊就是傅康健陽 龍門就是Maduna 估計和英超的正選陣容輪換 是最多三個位置 始終歐霸賽事 都是很重要的賽事 所以這場作客 對著Sbooting Sbooting留意他們的愛華士 這個球員都要留意 大家都知道阿丹 就是以前王馬的龍門 其他就是烏格迪 中堅的古阿迪斯 就是利物浦 前利物浦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留意 雙兵沒有什麼特別 對面就是Jesus 艾難尼托沙特 尼基迪亞這些 耶穌開始可以了 應該就復出了 應該就復出了 所以阿仙奴實力依舊強勁 上一場對班尼茅夫之後 完場之後 也有些叫做Warming Down的東西出現 Warming Down Warming Down Warming Down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後備的球員 後備沒有用過的 就要出來熱身 踩草 即是叫做洩火 耶穌是有份的 以及已經是跑得動 射得門的那隻 估計暫時還未踢得90 但是如果要有什麼事的話 這一場說 據聞是有機會入Squad 可以出得 據聞有機會入Squad 因為昨天Ur1 打利物浦那場比賽 我們原本應該入Squad 但也沒有 所以有機會是星期四入Squad 剛才說的幾場 就是1.9的場次 大家留意這場阿仙奴 氣勢如雄 羅馬對黃蘇 剛才一比零人早記 就聞先來一個很漂亮的射球 超遠程冷戰 那不是很遠 二十多馬 味道超遠的 那堅欣下來 40秒 都沒有一分鐘 就已經 因為被人拖著 被守衛拖著 他不服氣 就繞腳踢上去 一起來就繞腳踢上去 結果直行 40秒放你下去 想拼命 誰知道 阿力尼看見你 都真是苦笑 所以就1比0 羅馬就贏了這場 王蘇 就和了卡迪斯 王蘇 最近就一般 是很適合 是很適合的 必須說 你不要看師兄 有沒有搞到長長 都說是很適合的 真的是很適合的 這個階段開始是很適合的 另外薩克特 會是對菲燕諾 萬聯 對貝迪斯 萬聯 要留意這場 吐氣揚眉 就看這裡 看他0比7之後 究竟能不能夠恢復 如果能夠馬上恢復 簡單來說就沒事 如果這場球 又輸3比0 4比0 怎麼會輸呀 貝迪斯 大哥 這個世界就很難說的 不是利物浦 大哥 哪有這麼多利物浦 這世界 不是不是不是 這些很難說 我說很難說 這些 這些 不知道的 你給了一個可能性出來的 這些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你輸一場 應該爭起 正常來說 應該就沒事 但是呢 有可能性 就是因為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的事情 很難說 所以 不會啦 萬聯你 大家有些信心 有些希望 有些其他因素 有其他的因素 跟實力沒有關係 就是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我等下會說 我等下會說其他因素 OK 所以呢 這個萬聯 你想說早波 萬聯對貝迪斯 發哥 你不要猜 我等下會告訴你 你慢慢在那裡猜 猜 猜你什麼 我等下會說 第二 下半場 你這麼快猜 猜了這麼多 我說其他因素 只能說 真的 要聽 你還在那裡猜 忍我說 我是不趕著的 你真是 所以這場波 貝迪斯 零比零和了 王馬 那場波 沒有看 但王馬 一般般 但貝迪斯 今年在西格 都OK 剛剛 被馬體會 炒完六顆 西維爾 對 對費林巴治 祖雲達斯 剛剛輸完給羅馬 對佛奈寶 這八場 我覺得佛奈寶大機會 祖雲達斯真的很難 嗯 不知道 我覺得祖雲達斯 懶船也有三斤 懶船也有三斤 懶船也有些釘 韋娜河域 那場對羅馬 都正選 都出了 雖然那些腳頭 腳風 就沒有之前那麼狠狠 但是慢慢 打多幾場 就好些了 所以 祖雲達斯 迪馬利亞 都OK的 講開 迪巴拿 現在 就追討 祖雲達斯追討 因為祖雲達斯 就追討 欠他三百萬 人工就未被 蛤 祖雲達斯 對 祖雲達斯是這樣 你知道 有時候有些事情 跟巴塞差不多 有時候有些事情 巴塞衰很多 怎麼說 祖雲達斯衰很多 哈哈哈 一單單的 你也是想說一單單的 所以 這場對佛雷寶 都留意 第一回合 看清楚一點 個人覺得 利華古順 應該贏得 費林華老師 說真的 萬聯 萬聯 都應該可以 萬聯 真的很難說 阿仙奴 等等先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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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機會 阿仙奴 早機 真的不敢說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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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蒙特 對小哈零四 作客小哈零四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大哥 小哈零四 現在排第幾 尾爾 最近都好一點 爺色爺波哥 不是 就算說 北敗那裡 搞下搞下 六場不敗 小哈零四 以一對尾爾 球隊來說 互口互口 指血 聯賽連續六場不敗 是相當不錯 很老實 所以大家都 雖然多蒙特最近的近泰都非常之好 連星期五的球都沒事 贏到 都沒事 贏到來比錫 但他要激戰車路士之後的情況如何 當然是有少少雜勢 但多蒙特一定是拼命的 這個領隊太錫也不錯 至少後防撿回好很多 輸落達碧克 加蘇利是穩穩的 經過一半季的適應 已經打回他之前 就是球會的水平 所以 再加上 Champ最近也不錯 是 在做他們前面的第一重防線 是 4-1-4-1 其實4-1-4-1都很靈活 太錫掌握這個陣式 掌握得不錯 再加上比林涵 比林涵這些是等賣的 當然要打好一點 打好一點就 給人看貨 給人看貨 你知道這些 沒有1.2走 沒有1.2都不用自意 他真的要 要的 要的 如果他回英超的話 沒有回1-2億 新總賣多少 他多賣2千 好老實 他都未必 黃馬也行 不一定是英超 你知道利物浦那些 很難說的 是給不起錢就死 你知道 如果明年 雖則應該不會發生的 拿不到歐聯的前四 我覺得應該不會發生 但是萬一 萬一是這樣的說話 還有F1SG又不肯賣 不肯賣 不肯賣 不肯賣盤 不肯賣盤 耳機又要拿著 那 財務那裡 未必會放這麼大筆錢 到比林涵度 再加上最近 這麼厲害 贏到球 即是不用賣人了 對 艾利諾這麼厲害 知道沒有 巴錫迪 不用賣人嗎 我一向都說 這個利物浦是沒有事的 沒有事 現在就告訴你 沒有事 很簡單 講完 所以呢 德格這場 這個史奧克林 史奧克林 史奧克林 我個人也是看高一點 多蒙特 多蒙特 講真的 這一周應該實力接近些 應該是萊比錫 對無信家帕 是的 應該大家比較熟 無信家帕 就是會人敗人 其他就輸回頭 有陣 這個有陣 再加上最近 傳聞說 有些主力 因為還有半年約 就離開 走啊 一個是左閘的 賓斯拜利 前面的 馬古斯杜林 很多隊 很多隊都想找 馬古斯杜林 很多隊都想找 免費 免費就不同 又有巴採粉 那當然是有 這些不用問 免費很明顯 這個當然 但是近況 武信家帕 是媽媽的 日本 贏了百人之後 就沒有贏 沒說他會贏百人 那隊的球都會打爆 對著那些 藍白奸 綁尾 好像巴塞 只會贏黃馬 沒有用的 等著巴塞 有贏黃馬嗎 沒有用 師兄說到這樣 然後輸給艾美利亞 接著 是黃馬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不懂得入球 10月0比0 拜仁就 看看先 星期六的10點半 就對奧格斯寶 沒問題啦 奧格斯寶 兩球以上 真心推計場 奧格斯寶 調整他的絕對家 拜仁 拜仁 兩球或者以上 沒問題 但是打完PSG回來打 沒事啦 對呀 文尼剛剛 打著 要來了 他們那個 陣容 卓浦慕亭 剛剛逐一張新約 逐一年 對呀 沒有問題的 沒事 拜仁有事 這些 難大難醜 超大難醜 沒問題 德格講完異甲 德格 講完異甲 異甲就 羅馬剛才說了 對祖宏達斯揚一顆 AC米蘭就輸了 對啦 AC米蘭就輸了 不要緊的 AC米蘭也是沒問題的 阿波利也輸了 那場就真的 拉數打得不錯 在防守上打得不錯 就是 牽制到奧士文 最重要的這件事 他們的後防牽制到奧士文 基華拉斯基里亞 射失十二碼 我記得那一半半 那一半 我覺得那一晚拉數 是不是射失十二碼 那一晚 是不是拿布里 那一晚 那一晚我看了一點 因為剛剛遇到時間 多蒙特那一場 我多蒙特打算他轉台 看一看 然後就睡著了 很可惜 說真的拉數打得不錯 中場是維仙奴 入球是維仙奴 一個軟射射 都很漂亮 都沒辦法 還有後防 他們都 拳制得 奧士文 拳制得不錯 沒辦法 始終長路有盡時 之前在拿布里 拿這麼多好處 被人拿回一點點 走 都沒辦法說 但基本上 仍然是值得追捧 基本上問題都不算太大 1比0 拿布里輸了這場 可能是星期五的關係 星期五真的不太好處 0比0 阿特蘭大 和了烏丁尼斯 其他的 國米贏波里 2比0 應該的 沒有其他的 今個星期 拿布里 對阿特蘭大 繼續追 拿布里 贏波 真心推計 繼續 我覺得沒問題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其他的 博洛尼亞 對拉素 反而這場就小心一點 拉素 博洛尼亞主場不少 好樣的主場 對阿 還有拉素連三 連三勝 危險 我覺得博洛尼亞有機會 有機會的 博洛尼亞 先看看 A.C.米蘭 主場對 薩洛尼坦拿 星期二 星期二 早記對 森多利亞 羅馬對薩斯索羅 羅馬對薩斯索羅 這場球很近 雖然薩斯索羅 13位 但最近的近看 OK 羅馬要主攻 好像怪怪隊 不用主攻 薩斯索羅 就摸和理 就可以了 可以不出 可以打一個突擊 魔爹這些最厲害 突擊要別人攻過去 別人不攻過去 那怎麼辦 不攻過去 不攻過去 不就是大家鬥不攻過去 是一個死球搞定的 迪巴拿這些很厲害的 沒問題的 所以 現在暫時拿玻璃 雖則就輸了 但仍然吃着15分 國米第二 第三是拉素 國米50 拉素48分 羅馬就47分 MAC米南一樣 阿特蘭大就42分 已經落後了些 那 阿祖記 雖然被扣了15分 但仍然排到第七圍 如果不是那15分 現在應該是50分 都起碼應該去到第二圍 不過很遺憾 被扣了15分 所以 形勢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這個二格 深多利亞這麼可憐 那差不多 現在深多利亞 還是以前那隊嗎 說真的 最後說一下這個西格 西格 巴塞那場對華倫 1比0小勝 又挨什麼 對 其實真的不是特別 特別旺盛 對 我也跟你說過 現在巴塞那些球 當他摩連盧帶車路士 這樣 是打防守的嘛 所以就是 魚生竹 魚生竹 野野幫魚生竹 誰知道人家已經單刀了 最後一半 沒辦法拉低他 那就被捕拉 結果呢 就 直窮了 但是停一場而已 停一場 不以包而已 最重要就是 不用停那場 黃馬 接下來 對完不以包之後 就 聯賽 聯賽 國王杯那場 對黃馬 其實都是死手難手的 死手難手 因為 米利他奧烏龍 囂借地領先 1比0 然後就死手難手 死手難手之後 就守到尾 結果 就被 一中黃馬的 積球員 安策諾提 雲尼西斯 最慘雲尼西斯 還要下一場 因為拿夠了黃牌 所以第二回合 國王杯 他是踢不到的 雲尼西斯 是的 所以呢 這個是有點暗勇的 沒有一環尼西斯 但牌面上 黃馬是 優勝很多 很明顯 優勝之處 但最近 真的不太會進步 唉 你看看 總會好轉的 對 對 歐聯也能進到五球 對 不是 那場球 上個禮拜都說 是一場怪球 異仗 是一場詭異的賽事 對 所以很難說 因為來到西格正常 就不像一球 去到那裡 無緣無緣無故 很奇怪的 等一下那場又是 等一下那場又是 又是 很奇怪的 最近 入都有一句 好入一般般 狀態平平 狀態很一般般 雲尼西斯 都好少少 好少少 但是 不知道 整隊球都好像 不太會入球 最近 那 最近 傳聞就是阿森思奧 阿森思奧 因為還有半年約 他應該就不足機會很大了 所以呢 又巴塞了 又巴塞 玩一個黃馬的前鋒 因為阿森思奧 很好在 前鋒任何位置都能打 所以 很適合巴塞 對 所以 最近 因為 阿森思奧的經理人 就是 文迪斯 所以 跟拿破特很友善 所以 有辦法談 巴塞 巴塞主要 雖然說 可能 世界主席說 你今年這個夏天 你不用指以千人 除非你 把財政 人工的支出 減低至少億多 億多 當然是說歐元 但是 那些 球員買賣 或者是 烘球員就照做 第一 首先是阿森思奧 第二 巴西找個 U20 U22的前方 叫 維托洛基 這個球員 大家可以看 巴西那邊的國內聯賽 維托洛基 都想找大家 暫時都談得不錯 他跟巴西那邊的球會 都談得不錯 爭就爭在 就是 究竟買不買得 那小朗拿丁奴 什麼時候可以出呢 小朗拿丁奴 這些 噱頭 朗拿丁奴的兒子 已經簽了 但是 看看B隊 能不能踢到 我覺得也是 桌頭 好 今個星期 黃馬 主場 戴斯賓奴應該 搞定了吧 嘩 應該沒問題 對 戴斯賓奴 戴斯賓奴 在什麼位置 中間都不上不下 應該沒事 沒問題 反而 剛剛被馬體會 炒完6比1的西維爾 搞搞搞搞搞搞搞到尾四 主場對艾美利亞 這場變成是一場互給大戰 真的大件 對 互給大戰 現在西維爾是尾四 25分 雖然這樣說 華倫西亞就是尾四 尾四 輸了給巴塞 巴塞 剛才還沒說完 最主要就是 入球就是拉芬娜 拉芬娜入球 挺入 是的 他有這一下 他幫布斯基斯 長傳去拉芬娜 就在邊路 橫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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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射球和入球都可以 入球都不錯 入球都不錯 入球的數量都有 另外1比0 接著就有個12碼 但是出現一個射射的風球 因為尼環道 烏斯基不在 第二個倍之手 基斯還沒進來 因為打後備 變成了 那不是廢倫、奮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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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洩 就嘗試 Fahr zu kilowattジった court 最近是不是真的攻擊 沒打球 就能打球 想能打球 打球 拍後 但是你中央林托利斯 因為自己 又說 不知道媽媽跟 cosmic演技 不知道做生偶 thumb 演技 就 plates 靠 他有同志 想射一 結果兩個人就讃了 一系列 结果费林托尼斯争到 谁知一射就不入 就紧紧中外处 结果就宴客 然后安苏法迪的不幸之旅就开始了 接着就不断中处 然后到红牌换人 第一个就换走安苏法迪 所以那场球队很没人 安苏法迪都不是没人 不是第一次 不是这场开始 之前不是有一场球 就是国王杯那场 基斯 你知道那场球队 说巴塞没什么射门 难得基斯有一脚射门 就被浸进 谁知就散中了安苏法迪 就出了界 就是安苏法迪帮皇马护空门 再之前 对另外一场 对曼联那场 到尾尼云杜夫斯基 本来有个头锤 到位的有机会 谁知这个安苏法迪又不三胜 就顶了 结果就顶高了 赛后还没有被里云杜夫斯基 就骂 那位这么漂亮 你为什么不让我顶 所以最近安苏法迪 就真的不一样 诸事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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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补充我们 之前有场 范基迪壮 中圈 一脚长全 拉芬娜 卡布洛地 头锤 凹死了六磨 是啊 我不是说 主持一头 好像是大球 所以 拉芬娜 不是没有这招 但是 我听到列斯球 就是说 去年拉芬娜 和列斯 过球都可以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过到巴塞 就好像 失色 完全没有了 过人 就是盘过对手 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是没有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 不知道 所以拉芬娜 前途都是一般 但是 如果真的不准 买人的话 不准买人的话 那也要用的 先 巴塞就作客 这个 不以包 那当然危险 真的危险 不是真的危险 大佬 对手 不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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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危险的 伊拉姬威廉士 那些绝对不准 所以 那边教练 华为迪 曾经在巴塞教过 那 当然 现在 可以 专心联赛 因为 他们的第二回合 就是四月才打 所以 最近可以专心联赛 但是也要看着 尸立契 尸立契 禁isin 分费 所以 要 如果尸立契 起碼有六、七場mits 所以就打了人家畢業包 肯定沒有了阿拉狐奧 阿朗素應該拍這個基斯丁神 機會大 總之沒有人加西亞 沒辦法 加西亞也要用 最多是明年不用 因為明年又說尼迪加 都是免費 甚至說最近曼城 拿破迪為小踢 噢? 妖傳? 遮過來用 最近甚至說 拿破迪又是熟路經理人 所以就想 借來洗洗 試一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讓他過來 爭取一下 試一下吧 現在幾個目標 貝拿道斯華說了一年 貝拿道斯華就好 6千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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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拿道斯華 有錢才可以 拿破迪 是 說不可以這樣說 拿破迪 阿辛斯奧 維托洛基 之前說的柏華特 這些 這些 想這麼大 是 要說這麼大才有J 現在巴塞是拿來J 以上的全部都是免費 當然免費 不是 除了貝拿道斯華 貝拿道斯華 拿破迪都不是免費的 有些免費的 那些 就是 去到季尾 再明朗些 就全些 全些不用錢的 大把有些不用錢 這個星期比較近些的前列 就是 維拉里爾對貝迪斯 第五 第六 大家留意一下這場 馬體會 星期一的凌晨 不是星期二的凌晨 星期一的深夜 作一下 Givonna 基羅納 馬體會 那場 對西華爾 又有幾次 進入了兩球球 基士文也很厲害 總體也 那場球 斯蒙尼 帶隊 破了 那個場數的紀錄 所以 不應該破了 破了 好像不知三百場 還是幾場 所以 都有一些 送份禮給斯蒙尼 來得當 五歲族 明年 究竟是否真的來隊 這個季之後 都熱烈烈烈的 好 那 西格就說完 大家都很期待 說英超 下一節 就會說 重點 這兩場英超的比賽 好 賞賣格魯吉拉普羅酒 或者其他精選產品 最新的酒單資訊 可以參與我們的GoogleTree 在甘心水 還可以馬上下單 我們的EE Shop 專屬WhatsApp號碼 也同步開張 91660926 或者用這個QR Code 買走茶信 或者想聊天 還可以加入我們 EE Wine Club WhatsApp群組 希望可以很快見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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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